报告怎么样了 奥兹海默症 知道了 那治疗方面就麻烦你再打听一下 好 谢谢 年轻人 是什么事吗 没事 是我爸 他病了 没事的 会好的 你这眼镜 这个吗 我爸送我的 好看吧 好看好看 和我女儿的一模一样 是吗 有一天 眼睛突然发生问题 我担心死了 幸好发现得早 我来医好了 我爸得了阿兹海默症 我从来没想过有这么一天 然后我就给他买的这副眼镜 他不记得我了 有你这样的父亲 你女儿一定很幸福 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张凯鹏 好吧 就叫张凯鹏 阿哥啊 以后你的名字 就叫张凯鹏 知道吗 你女儿因为没有正确配戴隐形眼睛 所以导致严重感染了 刚二年年 因为严重的感染 导致脚膜受损 一度以为自己会失明 我听见爸爸在门外 无声的抽气 有点发烧 怕是发炎了 爸 我会吓掉吗 透过掌心 深刻感受到 爸爸内心的焦虑 后来总算医治好了 在康复的路上 伸出手 他一定在 在A.E.P.N. 身后总会有一股力量在支撑 让我感觉安心 不要担心 检查了才知道 OK 来 这里就先 OK 手抱住 二头靠前来 二头靠住 OK 很好 她的花眼睛 还有一点点红眼的痕迹在 就是有一点点干 附近的路上 漫长又艰辛 听到吗 爸却总是戴着温柔的微笑 坚定地守候在身边 OK 来 开开眼睛 OK啊 很好啦 你的眼睛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 爸爸这如释重负的笑容 在此之后 每一年的生日 爸都会给我买新的眼镜 平日里寡言的他 用最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的爱 我知道 他只想把最好的给我 好像还不错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每当爸的记忆被短暂地唤起 伴随的却是更多的自责与痛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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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的记忆像沙漏般 一点一滴地流逝 其实有一天 你忘了我 我永远记得你 爸 有你真好 再祝他 M.O.G 温馨陪伴 始终如意 M.O.G 温馨陪伴 始终如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